各位网友好 今天我们在进入话题之前 先把我们上次解释的有关于我们这个视频 它的性质以及我录制不同的视频的动机和原因以及目的 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节那地方 当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在一起 突然有的门徒就跟他讲 说在门口或在外边有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正在找你 那这个耶稣一听之后 他就回答说 他说任何人他奉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的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母亲 所以我们这个新天新地的组织 社团教会以及邦国 所有的人在像我们上次解释的一样 都是一体在耶稣的灵里头都是一体 不仅仅是朋友 而且也是弟兄姐妹 再重复完我们这个频道的宗旨以后 现在我就进入今天的话题 今天的话题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项 第一项是二八叛变与美国南北战争 第二项 地球之河 大陆与台湾 台湾与大陆 第三项 新天新地 组织 社团 教会与邦国的新使命 好 从一项开始说起 二二八一般称它为事变 其实这个词的话 是一个政治术语不正确的 它真正的性质的话 是叛变 所以我刚刚就用了二八叛变 这个二八叛变呢 主要是指的 1947年2月28号 在台湾发生的这个民众叛变的那个事情 它的起因呢 是因为当时二战刚刚结束 那台湾呢就跟世界其他各地一样的 特别是这个战败国 像德国 你看看好莱坞拍的那些电影 二战后的那个德国 那是这个一片凄凉 一般人的话 一日三餐呢 都是这个很大的问题 台湾呢 基本上 它是属于这个战败国 在二战以前 它是属于战败国的那个领地 有日本的同志 有日本的战领 台湾是在这个 马关条约 也就是中日甲午之战以后 中国败北 把这个台湾和琉球 搁给日本 从那个以后的话 台湾呢 就变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所以二战以后的话 中国 那是国民政府 光复了台湾 接受台湾 但是台湾呢 基本上在那个以前 是战败国的领地 所以那些生活 你可以想见 二战结束以后 就跟这个 德国意大利 三餐 是每天很大的一个问题 当时 这个烟酒 是属于公外政府专利的 这个项目 一般人的话 所谓专利 只能由政府 他售卖 民间的话 他呢 是不许 从事这一方面的买卖 但是因为当时的生活 一般都是非常的艰困 特别在中国的话 一般人对那个法律的话 更是兴趣乏燃 你专卖 我就在私下偷卖 说这个情形很普遍 当时呢 在 二月十七号 叛变前一天 有六个烟酒的茶几员 会同四个警员 当时呢 就是这个实行这个茶几的工作 这个要这个赌注 私卖的那个不法交易的这个行为 当时在二月十七号的时候 他们呢 就这个 逮住了 一个这个 灵性妇女 她呢 那个时候正在卖这个 私燕 当时呢 那个茶几员 就把她私燕 给没收了 同时呢 也把她这个 私燕交易的那个款项 也给没收了 当然 这个 那个妇女的话 心不甘 情不悦 自己运趋 不好 被你们给抓住了 哈哈哈哈 这个样子 你把我私燕没收 钱 交易的钱也没收了 这个 老娘呢 那个 不能够 放你们走 那个妇女呢 灵性的妇女呢 就抱着 当时就抱着一个 稽查员 她的那个腿 就不让她走 当时在围观的人 中国的话 一窝蜂 很喜欢看热闹 对不对 都出来看 你看了以后 不 就觉得这个 卖点私燕 你呢 把这个私燕给没收 把这个交易的钱给没收 这个呢 是这个 就他们来讲 是这个 很不合理 很不妥当的 事于 那个法律是什么 不是他们兴趣所在 哈哈哈哈 他们一看自己相识的那个灵性妇女被抓了 哈哈哈哈 如果自己以后也被抓的话 那这不是这个 非常不好的这个情形吗 所以呢 这个现在呢 有必要就需要这个 这个 诸一地之力 哈哈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司法的那些人员的 微信呢 给这个 降到最低点 那 当时 那个灵性妇女 这个动作的话 这是妨碍公务 你怎么能够就死抱着人家的腿 不让人家走 是吧 所以当时呢 这个那个 稽查人员 他呢 姓吉 他用了手枪的那个枪柄呢 就敲 那个人 哈哈哈哈 当时呢 照这个 报道 相当就是说是这个 头皮破了 当场呢 就 见血 哈哈哈哈 那 一时之下呢 那些围观的群众 就高声喊打 这个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不但妨碍公务 你还蓄意伤害 执法的 警员 警察员 在美国的话 严重一点的话 你不听警告的话 可以枪毙格杀无论的 美国是世界有名的法治国家 你如果防害公务 到那个程度 你蓄意伤害他们 不听警告的话 他绝对有权利把你格杀 当场格杀 但是中国的话 他一向呢 不太讲究法律 跟美国不一样 所以那些人的话 尤其是他牵涉到自己的金钱利益 对不对 这个怎么可以 即使你是代表的一个政府 我执法人员 我的私人利益 受到了这个 杀害了 老子就要跟你拼了 而且他中国是一窝蜂 对不对 我七百人 你就这么几个 对不对 我一窝蜂而上 就把你干掉 对不对 所以呢 当时时间 到大了 那些人呢 就准备要把那些 这个 警察员和警员给干掉 所以 警察员警员一看 他们几百人 蓝势凶凶的 对不对 当然就拔腿就跑 对不对 是 他们即使有枪 但是他呢 又不像美国那些 那个 执法人员 训练有数 对不对 你妨碍他公务 他是不退却的 美国呢 他们有那种勇武的精神 但是呢 我说过了 中国的那种 男子勇武的精神 在宋代的时候 就已经被不幸的阉割了 从那意识到 现在可以说 男子一般普遍缺乏的那种 勇武性 所以拔腿就跑 不像美国的话 他就拔枪了 他不会拔腿的 他是拔枪就射击 你不听他的警告 你要伤害他 他在法律上 绝对站得住脚的 所以那些人就跑了 对不对 跑 群众心有不甘 一看自己这个 得宠了 就在后边呢 紧追猛赶 然后呢 一直这个追到 这个烟酒公卖局 然后警察局 那个胆量非常大 仗着人多是重 至于法律的话 我说过了 对吧 没有兴趣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个 这个 第二天 那个事态呢 就是这个变得更为严重 因为前一天 他们这个 看到自己呢 占了那个上风 对不对 几百人把那几个人呢 赶回到那警局 那第二天的话 那就开始这个 包围烟酒公卖局 包围宪兵部 台北的宪兵部 你看他那个胆子 真是很大 包围台北的警察局 然后把那烟酒公卖局 什么汽车啊 他的公用财产呢 都烧掉了 这个是暴乱 这是暴乱 这比那个 1989年 那个天安门事变 那个 还要 可以说是 这个 唯非作胆的 那个 不知道 多少倍 对吧 人家那时候天安门 那个 示威的话 胆子 没有大了那个地 但是 台北当时那个 示威的那些 成千上万的那些群众 就仗着他们 人多事壮 包围警察局 包围烟酒公卖局 包围台北宪兵部 下午2点的时候 2月8号 他们占领了台湾广播电台政府的机构啊 占领了那个电台 然后向全台湾广播 所以叛叛变 这个不是叛变 这是啥 然后从那个以后 这是历史的成绩 所以我们不 多说那个细节 这整个叛变就蔓延 全台湾 他们 烧杀抢夺 胆子非常大 攻打各地的这个警察局 军队驻守部队 抢劫弹药库 全面的武装叛变 当然这个 现在啊 他们的很多史家 对吧 所谓史家 我说过了 现代史家话 执政 要你说什么 那他加油天出的说的飘飘亮亮的 说这个的话 是这个执政 他 这个失妥了 他没有这个顾及民情 执政非常的骄傲 以战胜 以战胜的姿态来接受台湾 然后执政贪污 贪污 你说贪污 现在那个前的几个月 才在那个国际媒体上爆发出来 蔡英文的那个总统府 可以说集体全部贪污 那个说228呢 你说他们贪污 大概还没到那个地步 他们之间的那个 协调的那个密度 对吧 应该没有像那个 前几个月国际媒体报道 蔡英文的那个总统府 从上到下 集体走私 那个总统府有意思发现说 这不是走私 这是这个超买 超过额度的这个购买 那些理由说的冠冕堂皇 让你真是感动不已啊 这个民众造反是有理由的 这个样子啊 问题是 当时国军 所谓七年抗战 好不容易 在美国盟军的帮助之下 击败了强悍的那个对手 他能不骄傲吗 当然骄傲 你现在反过来 你说他们骄傲 你算什么 你那时候身为日本帝国的领土的一部分 你拿起枪杆子 对着国军 射杀 你是帮凶了 结果现在 那个国军光复了台湾 接受台湾 你说他们骄傲 有什么不对的 他打败了那凶悍残忍的敌人 能够 不骄傲吗 得到了上帝的恩典 可以 不许 不喜悦吗 现在 这个 唐尔皇子的用 做他的理由的一部分 说那时候这个 行政长官呢 非常骄傲 处理不当 如果真是不当的话 有那个管道 可以提出来 你怎么可以 凭你人多是重 灭是王法 灭是法律 世上 没有这么这个 简单容易的事情 所以 当时这个 在台湾的那个 行政长官 一看来势不妙 就请求 蒋介石 蒸派军队 到台湾 去镇压 因为当时这个 发展到不可收拾 在开始 然后一直到后来的话 他们的目标 就是他们一直到现在 还说的 外省级 对象就是外省级 在28号那一天 就有这个外省级的被 可以说 谋杀了 被那些报名 派民 给谋杀了 你想 我们在讲 洪秀全 太平天国的时候 我们就说到了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把 邪恶和正识 跟这个 种族来相并论 你不能够说这个 满人 满亲人 都是邪恶的 就如同 你不能够说 外省人都是邪恶的 你本省人也有邪恶的 是吧 你把这个 你自己的 私人的经济利益所得 当作一个前提 然后把它扩大 来责怪外省级 你说个小孩子 我说过了好几遍 小孩子都觉得你大脑有问题 但是 当时发展的那个趋势 就这样 攻击 然后 残杀 外省级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公然叛变 武装叛变 哪个政府能够镇压吗 当然是这样 那 当然 这个 后来 这个 二八事件呢 在这个 黎登辉的 掌控之下 所谓的这个 被 被 这个 纠正了 不再是 叛变 而只是一个 试变 而且呢 错在当时 执法人员 执法不当 错 不在 台湾人身上 李登辉当时是 什么样种身份 1946年 抗争结束以后 加入共产党 当时 二八 有没有他的份 他们被抓到 他当总统以后 当然了 这个一定是要这个 要这个反应的 如果以后 他被查出来 当时做了 建本人的勾当事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 二二八事件 一定要变成是这个 叛变者 他的起义 然后政府 直发者的 措施 失误 李登辉 看在抗战的时候 做什么 日本炮兵团的 炮兵 宰杀盟军 特别是 当时国军 他的任务就是如此 他哥哥 李登钦 钦呢 就是钦佩日本人的那个钦 他在 他在野上 拿起了日本制造的那个 枪杆 到 菲律宾 宰杀 当时的盟军 这是 李嘉兄弟 干的事情 不是我捏造的 你去查到那个史实 你去查到那个史实 他哥哥在 马尼拉被杀 被盟军 射杀 他的那个 灵魅 在那日本 晋国神社 所以 在李登辉 掌政之下 就把 二二八事件 就像 石头记所说的 倒过来 所以我们 现在看 二八事件的话 你要把 他这个 官方的版本 一定要倒过来 不是 执法人员 执法有务 而是 当时那些 暴民 为他自身的利益 准备 压倒 压制 当时执法人员 他们 执法的 这种 措施 从那个以后的话 这个 外省 本省 就一直残留下来 深深地影响到台湾 他的这个 政坛 在 当时的国军 他成功地 扑灭了 二八叛变以后 最后 还有人 这个准备 这个 做这个游击战 当 蒋介石 增援的那个部队 抵达台湾以后的话 但 台湾的那些 啊 暴民 他怎么能够跟这个 啊 这个 日本 训练有数的 当时世上 第一流军队 已经 作战 长达至少七年的 那些国军相比 但 非常 迅快的就 就结束了 他们叛变的那个 活动 但是 蒋介石 这个人的话 他是也是 我们说过了 中国 几千年 政坛的那些 政客 他们唯一遵守了一个原则 什么对我有利 说了什么 什么对我不利 我 铲除掉 你看 二战 对不对 他想利用日本 然后 就 就说 这个 以德抱怨 什么以德抱怨 他为自己着想 他到台湾 也是 这种 妥协 苟且 妥协的 这个政 那些 叛变的人 你基本上 他们 公然 违 违法 而且 公然 叛变 你得 彻底的 这个处置 他们才行 结果呢 这个 不以追究 现在 我们就可以提一下 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呢 到末期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那是南军 最受尊敬的 那个将领 Robert Ely 他呢 打不过北军 哈哈哈哈 这个 他的对手呢 是这个 Ulysses Grant G Grant 最后呢 他投降 然后 签订了那个 投降 那个条款 那个条款 就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呢 南军 都是战败 犯人记得 犯人 犯过罪的 但是 北军 他的这个 决定呢 是 南军 他在 签署 这个 保释的 这个 约定以后 这个保释 英文叫 Pero Pero 保释什么意思啊 法律上 常用那个词 就是你犯罪了 但是因为 行为良好 我呢 提早 释放 但是 你以后 你如果 你如果 再犯法的话 对不起了 刑法 加重 当时 对待 南军 投降的 那些军官 军人的话 他们 一律 要签署 那个 保释的 同意书 就他们呢 是罪犯 但是呢 这个 北军 因为 他们呢 愿意保证 他以后的行为 都会 合乎 法律 所以呢 提早释放 就 不把他们 拘禁了 他的条款 是这样 他不像 那个 蒋介石 嘿嘿嘿 我一句话 你们 全部 都 没事 什么没事 他杀了 外省人 无辜的外省人 他抢夺了 政府的 那个 枪械 烧毁了 政府的 公用的 那个财产 他射杀了 执行公务的 国军 军人 你说 没事 嘿嘿嘿 这 蒋介石 这是 中国 四天下 政客 他 所遵循的 原则 又不是他 自己的 射杀 对 嘿嘿 嘿嘿 那个 国军 那些人 被射杀了 嘿嘿嘿 那这个 多给些钱 就是了 对不对 说那些 当初 参加 叛变的 那些人 他呢 就 偷跑回家 然后呢 经过 那个 蒋介石 那一句话 没事 当然是 心不甘 情不愿 我因为 个人 经济 私利 结果呢 那个 希望能够 以这个 庞大的势力 来压倒 这个公权力 结果呢 没能得逞 这个呢 没事 没事 不要 记在心上 说从那以后 当初二八 幸存的那些人 就一直 记恨在心 他们就像 我们以前 提到过的 那个 迪坑斯的 那部 非常有名的小说 极高了 期望里面的 那个 老处女 他名字叫 Hepsham 他在英文里头 是跟那个 Hepsham 遭遇了 这个 羞辱 是这些音的 活在僵化的历史 沉寂之中 他们的生命 基本上的话 就停留在 二二八那一刻 你觉得 非常骄傲 把那个 政府 执法人员 踹在脚下 说以后的话 他 伺机爆 我当时 小时候 我在这个 乡村 长大 我就说 出了那个乡村的话 一碰到那些 所谓 台湾人 那台湾人 就 口出 汇语 就说 外省猪 外省猪 来辱骂 不过你小孩 你跟那个是 那个叛变 一点关系都没有 辱骂 我在 我在初二的时候 因为 父亲 这个 调职 调了别的地方 所以我得转学 从那个桃园中学呢 我转到新竹中学 刚开始是 新竹第一中学 南京第一中学 在第一个学期 初二人 那第一个学期呢 那个时候 中途 是吧 这个 还没有这个 转学的 这个 机会 所以我只能把 那个学期 给读完 那个时候呢 我就得 那个通车 我记得很清楚 有时候 那个早上 那个 五点 天还没亮 我就得起来 起来呢 走路 走到那个车站 差不多那个 半个 半个多钟头 然后呢 再坐车 慢车 快车 坐不起 家没钱 所以一步一步的 开到那个 从新竹 开到桃园 基本上的话 要开这个 一个 一个小时 然后呢 到了车站 又再那个 一步一步的 走到桃园中学 找差不多二十 二十分钟 将近的半个小时 所以在路上的话 差不多 将近两个小时 每天 这个 来 回 那大概就 差不多 是 四个小时了 我呢 这个 当时 同学 那需要 这个 火车票 那一般的话 你买这个 单张的车票的话 它就比较贵 它有那个 季节的 那种 这个 可以说是 这个 通行证 这样 就买一次 把一个季节 需要 买的那个 车票呢 用那个通行证的 那个方式 给买下来 当时呢 我初二 他非常的小 还没有发育呢 我就到那个 铁路局 一个 本省级办事的 那个人员 无论说什么 他就是不卖给我 他是公家机构 做事 政府的职员呢 罔顾法律规则 你看我 万省几顿小孩 好欺负 二八事件 他呢 就活在 僵化的历史 成绩之中 把他的怨气 发现在我身上 就跟那个 迪根斯 那个小说 那个老处女 就想把那个仇恨 给转移到 那个 他那小说 主人梦 也是一个小男 还大概跟我连接 差不多 我去了好几次 他就是不卖 我没办法 对吧 我只能跟我父亲讲 他不卖 我父亲说 为什么不卖 不知道 他不说 他就不卖 他卖给别人 奔省级的 我父亲一听 好 我明天跟你一起去 我记得也清楚 那天早上 我们到呢 他的办公室 很多人 大部分都本省级的 他的办公 记得 铁路局是政府的 国营机构啊 罔顾法律 我父亲 先确定一下 你为什么不卖 那个 季节的 那个通行证 给我儿子 什么原因 他呢 还是 故意刁难 对吧 我父亲 一确定以后 你没有理由 亡国法律 故意刁难 因为 我儿子很小 对不对 当时 我父亲 他是空军的 一把拎住 他的脖子 那个袖口 就这样 一把 拎住 然后 一下子 就 从 那个 地上 直接 就把 那个 拽起来 我说过了 中国的 男儿 自从 赵匡 以后 他 雄武的 那个气质 绝大部分 都被 阴割的 干干净净 那个给我 刁难的 那个 职员 所谓 政府的 职员 瘦瘦 小小 干干瘦瘦 我父亲 军人嘛 需要锻炼 对不对 那个肌肉 非常的 那个 显眼 对吧 一把 就拎起来 我当时 很小 没发育 我的印象中 一拎起来 以后 就在我 头上 高高 在上 那种 这个气势 看到 就说 让我 整个的 这个内心 就受到 极大的冲击 当时 我下泪了 因为那是 属于一种 可以说 是这个冲突 暴力的冲突了 小孩子受不了 这种暴力的 那种冲突的打击 当时我下泪了 我父亲 他办完事以后 他一抓起来以后 所有的同事 原来在看热闹 对不对 一看 事态不妙 这个冲人呢 他有理 你欺负人家小孩 一看呢 不能这样的记忆下去 对不对 毕竟是本省的 那是枪杆子 抓在外省的 那个国军的手中 对不对 赶紧过来 就所谓 劝架 没有问题啊 那个季节票 马上 当场卖给你 所以我父亲呢 办完了以后 他跟我讲 哭声 从那个以后 我记得 凶我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到我这个初三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转到那个新竹第一男子中学 我那时候 我开始呢 锻炼了 每天晚上 睡觉之前 举重 锻炼 那时候开始发育了 我当时一个很好的这个本省籍的一个朋友 我还去过他家呢 我真不知道那些人 他那个脑筋想什么东西 真是他活在那个僵化的历史成绩之中以后的话 你不能够以常人来看待他们 我认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天真幼稚 对不对 还去过他家呢 也是铁路局的一个职员 政府职员 新竹的 不是桃园的那个政府职员 住在这铁路局提供了个宿舍 去过很好 我是觉得这个我们感情非常好 我心里哪有所谓的什么万省本省之分啊 干嘛没有 结果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我这个人呢 是不太注重这个 这个一般的那个琐碎的那个细节的 说很显然就他的这个看法的话 我呢在一些地方得罪了他 还不跟我说 你如果跟我说的话 我得罪了我当 一定说对不起啊 对不对 但是呢还不跟我说 结果有一天放学以后 突然呢 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跟另外一个本省类的一个学生 两个呢 我们都是骑到这个脚踏车 就突然就跑到我这个脚踏车旁边来了 两个呢 就想把我这个挤到那个路边 让我呢 那个摔倒在路边 给我这所谓的颜色好看 我当时一看 我都放学了 以后 而且你们两个人 他不敢一对一 他找一个同伴 现在不急 不必马上就把这个争端给解决 明天 明天 明天我们到学校以后 我单挑你 一对一 你看你敢不敢这个 接受我的那个挑战 第二天 回去以后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就打到那个座位上去了 昨天 怎么活动的另外一个这个人 这个 要把我给这个 挤到这个路边 让我摔倒 这个样子 你这个人 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你要跟我干 那现在我们就干 你敢不敢跟我干 我们就到这个教室后边 他有一个这个空间 那个桌椅呢 排到这个最后的地方呢 还多出一道空间 你如果这个要跟我干的话 我们现在就干 他还站起来了 因为他个子呢 比我高 他发育的比我早 我那时候还没到那个 现在的那高度 不过呢 那时候 我已经在锻炼了 结果呢 到后边去 一开始以后 他先出拳 出拳呢 结果我看到了一个空档 然后一拳击过去 击过去以后 他人呢 几乎倒地 我就那么一拳 左 那个右勾拳 一出去以后 没兴趣了 不打了 哈哈哈哈 弹核 好 你说不打了 以后不再为难我 那我呢 也不为难你 我一拳就够了 这个事情不仅发生在我身上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 有一天我突然注意到他腿上 有很长的一道这个疤痕 我就问他 我怎么腿上有这么长一道疤痕 他有一天也是这个一样的事情 放学以后 有两个女孩子 那 应该 奔省籍的 那个 在路上呢 他也是骑脚踏车 也是跟我 碰到情形就同样的事情 我想当时呢 那可能是一种非常盛行的那种风气 奔省 对外省 表示他们仇恨的那个意思 我是没什么问题 我反应的快 我锻炼 但是我妹妹 她说她跌倒了 然后呢 被气 自行车呢 她呢 那个 刺伤了 所以很长一道的伤疤 当时她没有跟我讲 她跟我讲的话 我当然我觉得 会出来替她组织公益了 对 所以 在 那些事情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呢 很多所谓 本省级的 都仍然活在 228 那个僵化历史的成绩之中 一直到 我到海军官校教英文的时候 当英文教官 对不对 我以前提过了 有一天这个 我们呢 这个 在海军官校的 那些的 从大学毕业以后来服役的 那些 可以说是这个 同事嘛 就说 啊 这个周末没事 正好 同事之中呢 有一个人 他女朋友呢 是当地高中的 高三的一个女孩子 说 哎 这个样子 周末没事 这个 青年的女朋友 邀些这个 女孩子出来 我们交游 一起 一起交游 在交游的时候 我碰到一个 这个 没亲目秀的 一个 本省级的一个女孩 我那是哪里 有上本省级 外省级的 后来 在那个交游的时候 跟他交谈的 非常愉快 我回去以后 我就 拖那个 我认得的那个 军官团的 另外一个 大学毕业的 他的女朋友 在那个高中 高三 念书的 那个 我就问他 我说你能不能 透过你的女朋友 问问那个女孩子 因为他们是 这个同学嘛 愿不愿意跟我 这个交往 结果 我得到那个答案是什么 他就 他说 那个女孩子问你 你是外省级 还是本省级 外省级 那就对不起了 个人的感情 置之度外 毫无关系 我以后我就在想 你是自己要结婚 还是你父母亲要结婚呢 父母亲 他父亲还是这个中国炼油厂 那个炼油厂又是国营机构 你看看 在当时充斥国营机构的本省级人士 对外省级那种仇恨的心态 说他们国在江化的二二八历史沉积之中 是不是很过分 一点不过分 从那个以后 我才慢慢的察觉到 那个外省和本省 所谓台湾级的 还真是有那个区分的 因为我大学很好的朋友 差不多都是本省级的 可是他毕业又到的海军官校 居然被那个女孩子 说了你是外省还是本省 让我想了一下子 对吧 所以 在台湾从那里头的话 那 这个 本省 他就 牢牢记得 二八事件 在李登辉 他掌政以后 对二八事件 进行 平反的工作 说过了 如果不平反的话 到时候 他在这个二八事件 以这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做从事的活动 被公布出来以后的话 那真是麻烦了 对 对 及早平反 趁我的权力抓在手中的时候 赶快平反 平反还怎么说呢 你们 或者我们 本省人 要饶恕那些 放到过处的外省人 哈哈 这像石头记所说的 你要倒过来 看 谁的错 他们当时 为自己个人经济利益 谋杀了外省人 烧毁了政府的 公共的财产 然后 抢夺了政府的火药库 公然叛变 他们呢 现在说呢 本省级 应该宽恕外省 而且他们说呢 弄出这个 国军去台湾的时候 非常骄傲 没有平等对待台湾同胞 听起来很好听 你想看 你想看 所谓的台湾同胞 当时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心甘情愿拿起日本制造的枪炮 对所谓的同胞进行无情的射杀 当时 当时接受台湾的国军 他们没有追究责任 就已经是很客气的了 像孙立仁 当时国军中 一个非常杰出的将领 他在面殿 解救了英军 被日本军包围的英军 将近两千多人的 他的性命 英军的话 对他感激的不得了 因为他们以为死路一条了 结果突然半路杀出一个 这么一个中国的一个军团 当孙立仁知道 当时跟英军交战的那些日本军队 后来被孙立仁给俘虏了 他们曾经在中国参加南京大屠杀 孙立仁怎么做 下令将那些两千多的日本军人 全部活满 你杀中国人 男女老幼一概不分 全部通杀 你这些人 罪该位 我们不用私填下那个词 万死 觉得是罪该一死 活满了两千多人 后来盟军一听到 活满了两千日本军 就他们的思维的话 是觉得 这个要杀人要基本上这个要经过这个军阀审判 对不对 但孙立仁他很显然觉得那个军阀审判 你还想逃 现在我的解救英军以后 对吧 你还欠我一条命呢 你英国军人 我把这个当时几年前残杀的一个中国妇女 老幼妇女的这个日本军人 毫无人心的这个人 活满 你还能怪我 当然 英军是不怎么说话的 因为你解救了两千多人的英军 美国的话 当然就是说说几句话 要按照程序来 但是呢 毕竟是这些非常残忍的日本军人 他们也知道 虽然是他没有按照这个法定的程序来 所谓这个军事审判 但是呢 西北上的话 那时就说 那么死是这个 绝对是 此有余辜的 当时接收台湾的国军 他们没有把那些 协助日军屠杀 射杀 国军的那些 盟军的那些人 给活埋 我说过了 已经是非常客气的 台湾人不知足 说呢 你没有平等对待 凭什么要平等对待 你是战俘啊 你是帮助敌人 那些战俘啊 你表面上是 中国同胞 你射杀 中国人的时候 射杀盟军的时候 有没有同胞的观念 现在你要说 同胞了 现在说要平等对待 所以 你可以看出来 二二八事件 就像石头记 他所说的 封月宝欧剑 你呢 一定要从 反面来看 不能从正面来看 再说到 这个 我当时在海军官校 因为 跟本省籍的 那个女孩子呢 认识的那件事情呢 然后才了解到 在中国四天下的社会的话 一般人 不仅仅是当事者 活在僵化的历史 沉寂之中 因为那个高三的 那个女孩子 虽然是本省籍 她没有亲自 经历过二八事件 她那是还没出生呢 对吧 我也没经历过二八事件 这个是跟旁人 你稍微用你的大脑 思想 跟旁人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我们交个朋友 对不对 这个 我是 要娶你 又不是要娶你父母亲 你父母亲在二八事件 遭遇的那些 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也不是你的问题 是吧 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 深深的 体会到一体 在中国四天下 体制之下的话 他根据离记的这个教导 不共戴天之仇 父亲的仇 就是儿子儿女的仇 你父亲 在二八 那一天 或那个事件之中 受到了屈辱 无法做儿女的 就需要把那个屈辱 当作自己的屈辱 这是中国四天下 从天下 完全反噬 大禹他父亲 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 被顺 给处决了 用了治水 失败 那顺的话 不是像四天下的思维 而像这个 台湾的 活在僵化的 二八事件 成绩之中 父亲的 被处心 就是儿女的 他呢 羞辱 完全没有这回事 西方 跟我们以前说过了 跟公天下时代的思维 是完全一致 西方 一般父母的话 你们遭遇什么事情 跟儿女 没什么关系 你们谋杀 儿女呢 不需要单单 认可的罪过 在四天下的不一样 猪九竹 你即使想逃 你没地方逃 差别如同黑白日夜 所以呢 这个 今天呢 我呢 这个 觉得有必要 说一下 石头记 里头的一则故事 这牵涉到 石头记 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 叫甲舍的 他在石头记里头呢 是 甲府 所谓 甲府呢 分成两个府 一个是 荣国府 一个是 民国府 那 两个府呢 都有两个公爵 管理 可以说 家里的事物 那 甲舍呢 是 荣国府 他的 荣国公 公爵呢 是在他身上 他 有个女儿 叫 迎春 迎接的迎 春 春天的青 春 甲舍呢 他就 在 石头记里头 他 他女儿 迎春 长大以后 就把他给 嫁给了一个 叫书中的 一个邪恶无比的 叫 孙少主 石头记这个作者 取的这个名字 很有意思 孙子 继承 祖先 的志业 继承什么东西 他取得了迎春以后 拳打脚踢 差不多一年 左右 就把那个 河河给打死了 假设为什么 把这个迎春 嫁给那个 所谓 孙少主 你可以看出来 石头记 他对他自己 所谓 同胞的印象 之不佳 孙子 跟 你的 祖先 是完全一样的 做那种 贱不得人 贱不得人的勾搭 他在 毒打 假迎春的时候 他跟那假迎春 说什么 你是不是 我有权力 打你 因为你是你父亲 卖给我的 你父亲还欠了我 几千两银子呢 还没还呢 他不愿意还 就把你呢 给嫁给我 卖给我 我当然有权力 拳打脚踢啊 哈哈哈哈 你是我的奴仆 是 之前下 儿女 是父母的奴仆 所以 我在海军官向那时候 认证了那个女孩子 为父母 为父母马首 是瞻 你是万圣鸡 还是 本圣鸡 哈哈哈哈 万圣鸡 面谈 我喜欢不喜欢你 毫不重要 所以我们会说到 新天新天新地的组织 全体 教会 帮国 有他的前瞻性 哈哈 绝不会 生存在 僵化的历史 成一日 这是这个 第一个 的话题 二八事件 与美国南北战争 在 结束我们的话题的时候 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 我需要以这个 当时 南军 最受 大家 尊敬 的将领 Roberto E. Lee 他在 他的晚年 当 那时候 一个学院的院长 校长 他呢 就跟一个 跟他抱怨的 一个 在南北战争 期间 他呢 遭受了 苦难的 一个 年大的 一个寡妇 就说了 他就说 Dismiss from your mind all sectional feeling 把任何 那个 那些 区域 隔阂的 讲法 南方跟北方 在台湾是 北省跟外省 这种情绪 全部 要抹除掉 Dismiss from your mind or sectional 奔省级 台独不是中国人 这是228叛变 跟美国南北战争 强烈的对比 南军最受尊敬的将领 Robert E. Lee 跟南方受到 战争打击的年老的妇女说 你不要基本上就是我们 一而再再而三重复 活在僵化的历史成绩之中 对你所遭到的那些灾难 对北军怀有仇恨的心理 你呢 要把你的小孩 富裕长大成为美国人 不是南方人 台湾 台独 我本是人掌政 你怎么样 我说台语 你怎么样 全力在我手中 我的耳力 都是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些台独 他呢 表面上说的很好听 就像民国时代 没有人收拾得了那个局面 没有人控制得住 这种情势 表面上 当时呢 就说自觉 听讲很好听 自觉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盘是我的 我呢 从那个日本那地方 得黄金的枪炮 新疆那地方自觉 自觉什么意思 我从苏联那地方 得黄金枪炮 台独一样 一样 他跟那个军阀呢 是一秋之河 第二个标题 一秋之河 大陆与台湾 台湾与大陆 中共 在那个 1929年的时候 苏联 跟当时国民政府 对中东铁路 在门 东北 建的那条铁路 发起了 起了争执 中国共产党就说 武装保卫 苏联 他的口号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创始人 他呢 反对 你这个 出卖民族 这种行动 他得开除党籍 这是 中国共产党 武装保卫 苏联 不要说同胞 这个不管用 苏联 是老祖宗 台独 一样的 最近呢 台湾呢 还有那种 那个 舆论出现了 我们把台湾 卖给美国 以前在民国那个时代 没有人那个收拾 没有人那个控制 那个局面 但是呢 你在记录上 还真找不出 有哪些人 就 真正的就提出来这个说法 我把这个东北呢 以这个 三万两黄金 卖给你了 我把新疆 那个 两万两黄金 卖给你了 没有 哪里有黄金 但是呢 这个我呢 还是这个 主持业务 这样 台湾 我说过了 他跟民国时代军阀 啊 是这个 一丘之和 当时民国军阀 再不止 再无能 再写 他没有到台湾那个地 公然提出这种说法 把台湾 卖给美国 他所谓出卖台湾的话 不是这个 象征性的 这个文学的 这个说法啦 而是 实质的 出价钱 我卖给你 这是 台独 一丘之和 所以 台湾的未来 不再 出卖汉人 出卖中华民族 出卖中国的 所谓中国共产党的首重 他们是 第一季度 上帝的敌人 需要 被彻底的 歼灭 在中国的未来 这是 新天新地 组织 社团 教会 以及邦国的新使命 所有 违背上帝 教导 命令的人 都是 上帝的敌人 也都是 新天新地 这个 组织 社团 教会 邦国 所讨伐的 对象 新天新地 他 继承了 中国共产天下 精神 就像大远 他所说的 五寿命于天 竭力一样 老天给我的命令 是我要 尽全力 抚养 天下大众 不是只有 本省集 所有的人 在诗经里头 也是那个 诵诗 我们说过了 歌颂的 不是歌颂 领导 歌颂上帝 那个诗篇里头 周五王 他记得了 上帝给他的 这个命令 是呢 地命率域 上帝命令 在诗经和上书 中国的古籍里头 非常古的 古籍里头呢 一个弟子 只有一个弟子的话 他不是说以后的皇帝 那帝 他都是指上帝 所以这地方呢 地命 命令 率 同帅的帅 帅先 帅先的那个帅 也就是说 是疑虑的意思 帅欲 欲呢 是养育 也就是说 上帝的命令是 你要全部养育 无此将彼戒 也就是说 没有彼此的将戒之分 本身 万身 没有 全部给我照顾 全部抚养 这公天下心态 我们说过了 对吧 利物 起不出于 己身 不必为己 你服 不必一定要为自己 活物 起 长于地 怎么样的 不必 长于己 黄金石油矿 发掘出来以后 不必 藏在你自己个人口袋里 这就像这个 世上这个 最有钱的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 对不对 最有钱的 他说呢 死前 要把他所挣的钱呢 悉数的 还给 社会 中国的富人的话 正好相反 有这个 上一了 要上十亿 有十亿 要上这个 百亿 有百亿要上千亿 有千亿要上万亿 越多越好 多多欲善 四天下的心态 所以 公天下的话 他呢 在耶稣里头是一体的 他不分 敏过了 加拉太书 三章 二十六节 那地方 不分 犹太 希腊 不分 无力 和自由 不分 南 不分 本省 外省 不分 汉人 漫人 不分 中国人 洋人 全部在耶稣里头 全部根据上帝的命令 需要 照顾 需要 帮助 这个 就是 新天 新地 新主持 新社团 新教会 新邦国的 新的使命 好 今天我们就 说到这地方 希望大家 继续保重 就到这地方 好 天